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sir 上星期教了大家開帳戶 以及做一個小任務 我看到在功課中 大家也跟得不錯 先給大家一個讚 我們繼續努力 接下來我們會教你一些新的東西 我開個網站給大家看看 我在這裡看到大家的Scratch 有些同學開了一個網站 我看到阿謙、Sabrina和Sienna 應該是最早最早的同學 我按進去就看到他們轉了profile pick 以及看到他們交了第一份功課 做得不錯的 我會在下面留言給你們 細節要等大家交了功課 我再幫大家改 我已經按進去 看到阿謙 他做Testing 1 我想教大家 如果我下次回來又想打開 怎麼辦呢? 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按 好 我們現在 看到右上角有我們的照片嗎? 我們這張照片可以點進去 怎麼進去呢? 就會開我們自己的帳 看到嗎? 右上角 GTM18-Youser 即是我的帳 我的帳 我按進去 我就有幾樣東西 看到右上角 有profile 然後第二個 My Stuff My Class 和帳戶 我先講一講 如果我們上次開了 按profile 就是 改我自己的東西 改自己的照片 改我自己的介紹 還有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在做什麼 What I am working on 你可以打給大家看 如果想開我自己做過的東西 就按第二個 My Stuff 你會看到的 上次我們做了Testing 1 這是我的功課 如果去到你們自己的 會看到你們自己的Testing 1 我看到這同學很好 除了跟我用這個Background 之外 他用自己選擇了不同的Background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多一點 可以做一個屬於自己的Project 第三個 My Class My Class My Class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GT College M18 智慧小特工的Class 如果我們進去 我做老師的帳戶 看到的東西 和我做同學看到的東西 不同 如果我用自己在學生的帳戶 你會看到的 跟你們一樣 會看到老師的介紹 About this Class 我們說了Hello 然後有一點介紹 同一時間 我們在右邊 我想讓大家看看 Latest Activities 是什麼呢? 最新的活動 就是說了 除了我 邱Sir之外 除了你 自己之外 還有其他同學在裡面做了什麼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按進去 同學仔的那裡看 譬如我按進去 Sabrina的Project 它叫做Untitled 沒有改名 我們進去吧 我們會看到 Load了Sabrina 是那隻熊仔 然後你會看到 剛剛不是說 我們的背景可以選擇不同的嗎? 我先讓大家看看 我先看看 對啊 Sabrina做得很好 非常之好 她的背景 改了一個舞台的地方 然後她的貓貓 就做到我的要求 要她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不斷重複 我還會看到大家 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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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功課 如果有問題 就記得問我 行不行 我們先去自己的地方 Create 什麼呢? 我們今次做第二個項目 我今天先改名字 第一項目 都要在正中間改 上次是Testing 1 今次是Testing 2 行不行 我會選擇一個背景 在右下角選擇背景 今次去打Baseball 好嗎? 先去打Baseball 貓貓就來到Baseball 對不對? 我現在先捉著貓貓去底下 但我覺得貓貓太大隻 那怎麼辦呢? 我就可以做一個任務 就是在下面這個表 看到右下角這個表 那我們 有得改Sprite Sprite 1 就是講角色1 但我喜歡改名字 我喜歡改做Cat 我以後做事就方便很多了 我們先改了Cat 第一項目 幫我改了Cat 好 這裡 改做Cat 貓貓 好了 第二項目 就在旁邊那邊 幫我改Size 我覺得貓貓太大隻 它阻礙了我 那我就要做一件事 我按Size 現在是100 100的意思就是100% 即是原裝這麼大隻 但我覺得它太大隻 我要小一點 那我就改做80 Enter 咦?是不是小了? 看到貓貓縮小了嗎? 如果我要再小一點 我按50 Enter 是否小了很多? 但對貓貓來說 我的球場度很大 所以我改了大一點 我們先設定80 可以嗎? 它一來到就站在線上 好 我們上個星期學過 就是要定位 我們先開個綠色旗 左邊Events 教When Green Flat Click 我貓貓要定位 咦?怎麼做? 問一下大家 給大家想一下 1 2 好 開股 我們在Motion 按 我們第一件事 要Go to 一個地方 行不行 Go to一個地方 去哪裏呢? 我們現在就是1 負117 對不對? 我們去檢查一下 我們去檢查下面 剛剛的位置 現在是否X是1 Y是負117 嗯 沒錯 這樣就非常好 那我們接著做第二件事 我們就是要他做些什麼 好呢? 我們想他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在等 好似跑步 這樣 行不行? 那怎樣做? 我們 去左邊按紫色 Look 下面呢 第二組 應該是第五個 或者第六個 我們就有一個 Switch costume to costume 2 或者我們有一個 Next costume 這兩個是什麼? 我先教大家 第一個 Costume 2 和Costume 1 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看看 上面 Costume 貓貓有1 貓貓有2 上次我們說過類似的 我們要他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個重複給他 我們要他repeat forever 好 丟他下去 好 那我把它 嗯? 放下去 再放在綠色上 Click 嗯? 為什麼沒有反應呢? 好 我們一起看吧 如果我現在 綠色的旗子 即是 when Green Flag Click 去到起點 然後重複 重複 咦? 重複 又重複 重複做什麼? 重複轉做Costume 2 那你想想 變來變去 都只有一件衣服 他有沒有事情要做 然後沒有事情要做 當然不行 那我們呢 stop了他 我們這裡改了 原來Costume 1 Costume 2 在這裡用不太好 我怎麼做呢? 我做 Next Costume 行不行? 我們把Forever 裡面的 換成Next Costume 好 那我們就試試綠色旗子 哇 跟上次一樣 他走得太快 所以我們就要加一件衣服 要wait 1 second 而1 second 我們轉為0.5 second 等0.5秒 再測試一下他 好了 這一步呢 我們做到了 那我先stop了他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丟了不要的東西 記住不要的東西 可以right click 按delete block 或者簡單點 直接拉回他進去 他就會消失了 好 那我們還要做些什麼? 今次呢 我想我控制媽媽 不是他自己走來走去 我想我控制 那怎樣叫他走路好呢? 有兩個方法 我教簡單點那個 讓大家學了先 好 現在我們去到左邊的panel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黃色的 叫Event 然後我們就可以 在綠色旗子下面那個 When space key pressed 拿他出來 拿一個出來 拿一個出來 我們按它中間的按鈕 它本身是space 然後我打開它 就會有 up arrow down arrow right arrow left arrow left arrow 就是說什麼 十字鍵 我們鍵盤上面 是不是有上下左右 如果我按上按鈕 它就會跟著向上行 如果我按下按鈕 理論上都想貓貓 跟著向下行 好 我們要重複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把它 right kick 按duplicate duplicate 就是複製的意思 放下來 我處理了一件事 我處理了上下先 所以第一個是上 up arrow 第二個是下 down arrow 好 我們要叫他走路 那怎樣做呢? 去Motion那裡 好 改變它 先溫一點書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學了一個十字的 記不記得打橫線是x軸 還是y軸 好 打直線是x軸 還是y軸 開估了 打橫是x 打直就是y 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現在這一刻 現在我要叫他向上 向上 即是說 y軸 所以我就要教 要change y軸 我們先去Motion 藍色 現在就有一個 change x 和 change y 我們拿了一個出來 向上是正數 向下是負數 所以上面是正 下面是負數 我 向上 change y by 10 好 向下 我就要改掉它 不是正10 是負數 10 行不行 好 我先打清楚 這裡是10 這裡是負數 10 記住要分清楚 不然貓貓便會走錯路 行不行 好 我現在測試一下 我們按綠色旗 貓貓是否正在動 對 那我幫我按上按鈕 Arrow 上按鈕 動不動得到 是不是很聽話 它向上走 對 向下呢 是不是做到 向上 向下 行不行 好 這個部分我們搞定了 好 除了上之外 我們還有左和右 同樣方法 我們去回橙色 sorry 去回黃色 然後拿兩個出來 但這次不是上下 我們是左右 好 我們按 左和右 右和右 右和右 同樣的 方法 來 X座標 中間是0 我要向右邊 就是 正數還是負數 向右邊就是正 所以我們要幫我修改 所以我們要幫我修改 拿回 藍色 Change X 下來 好 兩個都是10 但是我們要把左邊那個 轉做 負數 右邊那個 繼續是10 行不行 好 如果來到這一步 我們先測試一下 紅色 先停止它 然後再按綠色 開始 好 我們試試 上下 左右 上下 左右 上下 左右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很順利 可以控制到貓 貓了 行不行 我們今天第一部分就是做這個 如果做完的話 我想加多一點 記得我們上次 把貓貓 會轉面 那怎麼轉呢 怎麼弄它好呢 對了 那我們就要去這裏了 有一個 我們現在 慢慢看右邊 他轉左 向左下 才要轉面 那我們就要幫他 Point in Direction 90度 先拿出來 不過我們這次要反方向 向左 所以就負90度 記得嗎 好 那我們測試一下他 為什麼媽媽會倒轉呢 啊 漏了一樣東西 我們不記得了 在下一點點 就叫做 Set Rotation Style 叫做 Left Right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再來 好 左邊 他就會向左 如果呢 右邊的時候 他都會向右 所以我們要做 Point in Direction 90度 可以嗎 可以嗎 左 右 左 右 上 下 左 右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們先停止他 現在呢 我們就做到了 貓貓呢 他一出場 就會懂得定位 去到起點 即是發球的點 接著 我按上下左右 貓貓就會懂得動 去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 行不行 那我現在很順利控制到他了 好 那我還想再加一件東西 如果我想扔波波 那怎麼辦呢 嗯 好 加多一個人物給他 可以嗎 不過人物呢 這次不是真的人物 是什麼人物 是一個波波 所以我們就要去到 下面 右下角 他有一個貓樣貓頭 就叫做Choose a Sprite 即是一個角色出來 那我們 就開了他出來 那我可以扔不同東西的 其實你扔蘋果也可以 扔Baseball也可以 不過我們今天在Baseball場 在一個棒球場 那當然是扔Baseball好一點 那我就扔Baseball 好 又是那個問題 Baseball這麼大 我馬上縮小它 這次縮到50 好嗎 那我把波波搬到貓貓的手上 行不行 那同樣道理 我們就要一開始 就拿一隻綠色棋子出來 接著就定位 我們定位 現在Baseball對位 我就直接拿GoTo37 X等於37 Y等於-123 好 接著我要按什麼按鈕呢 棒球就簡單一點 不用控制它 我只按Space這個按鈕 它就會扔出來 那我們試一下 我們去到黃色那邊 WhenSpacePulse 會發生什麼事呢 波波會飛走 好 SpacePulse之後 波波會飛走 但是這次呢 我就想怎樣飛呢 我就想它直接 飛到觀眾席那邊 行不行 那我怎麼按呢 我現在搬了位 我們再檢查一次 剛剛的Baseball在X X 37 Y -123 現在呢 我們去到哪裏 X-19 Y 115 就是它去到這裏 對不對 如果我想它去這裏 除了我們有GoTo這個按鈕之外 我們還有另一個 另一個就在下方 叫做Glide 1seconds 去到一個地方 或是Wandom Position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再來一次 如果我現在拿出來 試給大家看 好 我按 綠色旗仔 波波回到貓貓手上 然後我按 GoTo-19 去到上面 再按綠色旗仔 我按Glide 1seconds 去到Wandom Position 去到哪裏 去到1點 它就是用1秒鐘的時間 滑行 Glide 就是滑行的意思 滑行去一個 Wandom Position 一個隨機的地方 好 如果我再按 喂 下來了 喂 喂 是不是 波波會到處飛 但是我不想 這次我不想它到處飛 我想它飛去 這裏 可以嗎 就算在貓貓手上 我每次都會扔到這個位置 因為扔直線才有分 周圍扔 波波是沒有分 所以我就扔走了其他 我留下 Glide 1 second 2 -19 Y 155 可以嗎 好 我停止它 再來 貓貓正在動 波波又在手上 是不是 好 接著 如果我按Space 波波就會飛到這裏 對不對 很好 但是波波飛了 會不會消失 所以我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它飛到上去之後 我們要說它要消失 我們看看 消失在哪裏呢 就在外觀 紫色那裏 我們回到下方 看到有一個show 有一個hi 好 看看 左手邊和右手邊 show 的意思呢 show 就是出現 讓我們看到 high 就是被我們收藏 隱藏了 看不到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當然要拿一個hi 出來 它飛到去 我讓它等 0.5秒 好了,它之後就會消失,我先停止它 好,來吧,貓貓開始,然後按Space 好,數,是不是不見了? 好,好,再來吧,為什麼沒有反應?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每次都想它重新出來的話,我就要做一件事 我最初叫它消失了,不見到它了,我就要做一件事 我就要在前面按一樣東西,我要在前面先說Space 按Space的時候,它要先出現 所以我要加一個Show 字出來 要加兩個,為什麼呢?因為一開始,綠色的時候它要有 第二件事,就是它要出現了 然後我們才可以丟掉 我們要先按Space 按Space 然後先飛去頂頂 但是,Show 的時候一定是貓貓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copy Go to X37 Y-123 就是貓貓手上那裏出來 我們先停止它,再來 好,現在貓貓 好,按Space 丟掉它 再按Space 是不是不斷重複都會有個波波出來呢? 好,那我們這一步就完成了 那個波波就可以重新出來 不過,很奇怪的 我們如果貓貓走開了 我們試試那個波在哪裏 咦?都是正中間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波波可以零空丟掉出來 不是貓貓丟掉的嗎? 那我們就要改一改它 原來這個波 我們除了go to 那個position 之外,我要學多一件事 我是要追蹤貓貓的 那我們怎樣追蹤貓貓呢? 我們又是 對了,回到藍色那裏 我們第一個要go to一個地方 不過不是random position 我們是go to cat 跟著貓貓 行不行? 所以這裡go to這個位置 我們都錯了 我們就要duplicate go to貓貓那裏 好,我們來了 go to貓貓 好 好 是不是? 按space的時候就在貓貓那隻手出發 就算貓貓走了 我再按space 是不是在貓貓那裏出發 行不行? 我現在貓貓去到右邊了 我們先看一下 再按space 是不是? 那個波呢 就會跟著貓貓 在貓貓那裏扔出去 行不行? 好,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今天教了貓貓的位置 控制貓貓 然後第二件事 就教了大家 那個baseball 怎樣跟著貓貓 在貓貓手上扔出去 行不行? 好,那我們這一個功課 就交給大家 我們的testing tool的功課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細心點 可以留意多點 如果有問題的 開我的testing tool出來 Yu Sir的testing tool 是放了上網給大家看的 大家可以進去看 去參考一下 如果還有問題的 就去facebook那裏留言 又或者在youtube那裏留言給我們 好嗎? 好,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交這個功課給大家 大家努力,加油! 下個禮拜見